4月16日晚,国防部长董军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视频通话 双方围绕中美两国两军关系、台湾问题、南海问题 及其他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热点问题 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,取得了积极务实的成果 此次通话是军事领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的重要举措 对于保持两军关系总体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去年底以来,两军顺利举行一系列交流合作活动 为推动两军关系稳下来、好起来,发挥了积极作用 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 把以和为贵、以稳为重、以信为本 作为两军交往的基本遵循 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构建不冲突、不对抗 开放务实合作、逐步积累互信的两军关系 真正当好两国关系发展的稳定基石